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日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星期日就谈谈娱乐新闻 因为软瓊丹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今天有一篇关于他的采访新闻出来了 他就说自己宣布适应 亦努力进行直播带货 同时亦都在这篇新闻里 他就去拿回自己以前 在《街大欢喜》里原来被人恐吓过 就说斩手斩脚这件事就拿出来说 所以今天这一集都有不少东西去和大家分享 因为软瓊丹其实就是我的童年回忆 封神榜里面的殷十良 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石楼者 所以我个人的感受都有很多很多去和大家说一下 今集摆明就是吹水向 和大家去怀旧一下 所以没那么多理论分析诸如此类 不过我看完那篇的稿件之后 我就发现 软瓊丹在说他直播带货的部分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说得不太好 又或者如果严厉点的话 我是觉得他关于直播带货这件事 就会有点说错 那待会和大家慢慢分享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十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离的小钟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真的开始之前说多一句了 昨天晚上那集 大家都看到井仔的声音不够 井仔的声音不够 我就很开心 有一个很厉害的中医 即是是观众介绍给我是朋友介绍给我的 只是喝了一剂药都好得七七八八 当然了 不是说一好一点就算了 即是未来这几天都会继续去喝中药 等自己回复最好的状态 起码不要说几句话又断一断 好了 首先拿回软瓊三年前的访问说一说 然后再慢慢顺着时间线 看看究竟去到2023年的今天说了些什么 在2020年的时候 软瓊丹就接受DJ梁太来的节目 叫做一卷卷接受访问 当时软瓊丹就爆了不少 在拍摄街大欢喜的时候的辛酸经历 当时梁太来就问他 其实你是不是因为不开心 所以离开TVB呢 他亦都坦然承认就是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他就说自己当然是不开心才走 他说同样的事情 阮兆祥亦都是亲身经历 亲身体验 甚至乎是亲身看到的 当然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阮瓊丹就表示 有些事情是发生了 但是他说最接受不了的是说 由于事情发生了 后面随之以来的 有很多不同的陷阱 又或者后面有人搞这搞老的事情 总之就是说 想阮瓊丹就过得再坏 令到当时的阮瓊丹就觉得很辛苦 甚至乎就是跟自己说 不如退休就算了 他亦都说自己第一次是觉得原来可以这么黑暗的 甚至乎 即是拍摄的时候 连午饭都不出去吃 天天是给钱道具哥哥 叫他帮忙买饭盒 同时邀请别人吃 就当是跑腿废 然后自己有时候 如果不吃午餐 就选择睡觉 因为他不想在工作以外 面对人和问题 亦都表示 自己是没办法做到一个假的人 即是那些 别人害到你一扑一扣 别人在后面插你几刀之后 你仍然是要 欢笑迎人那种态度 他做不到 大约在2003年 即是现在计算20年前 有报道指 阮瓷丹丹与这位女角不和 不过 完全没有爆名 唯有靠网民自己猜 因为阮瓷丹丹 觉得对方迟到两分钟 但这名女角表示 自己没有迟到 更加就是说 阮瓷丹丹你这么没家教 其实坏人没家教这件事 也挺严重的指控 其实在我眼中去看 粗口固然侮辱 其实粗口之上 就去到你指责别人没有家教 因为你说人没有家教 其实你是等于说那个人 亦都是说那个人的父母 所以在我眼中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 但是这四个字没有家教 其实侮辱性都挺强的 好 究竟在哪一位的女角色 没有误会或指名道姓 不过有点线索 在2017年的时候 在一档清谈节目叫做最佳拍档 当时邀请了佳大欢喜的主要成员 有时嘉宴 阮少祥 廖碧仪 邓少尊 和陈彦恒 齐齐一起去分享拍摄的趣事 不过 没有阮情丹 赵鹤儿 梅小卫 当时亦有报道说 阮情丹是因为不和事件 所以没有出现的 至于有出现的几个嘉宾 分享趣事的时候 都很少提到阮情丹 另外阮情丹他说 自己在初初去拍 街大欢喜时装版的时候 他就说收到一个讯息 当时是没有去跟人说过的 现在才可以拿出来说 他说 套剧刚刚开的时候 自己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究竟要斩左手 还是斩右手呢 阮情丹听完之后 就觉得以大局为重 他就说 自己不开心不要紧 做完自己的事 就去化妆间 他说 没问题 睡着睡觉 挺好 开工又精神 然后他也发觉 人要成功一件事 自己不一定要开心 然后他也 画公仔画出场就说 你跟人吵架 是不是在说 事但不要一个 这部剧刚刚开的 他也不说是谁 亦说 信息是手机发给他 怎样都好 他详情都不愿意交代 不过最后 街大欢喜都没有说 有什么演员 大家之间没有出现 或者叫做走了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关于街大欢喜这些 时装剧 其实跟爱回家一样 甚至街大欢喜 不过街大欢喜不是排第一 真情才是排第一 然后真情之后 我记得还有卡拉OK 之后才去到街大欢喜的古装版 其实这些肥造剧 第一对于演员的压力 没那么高 因为通常 喜剧的话 你不是说去到周星池那种 你不是说去到查理卓别宁那种 那种的话 大家都是自在轻松的 就算你有笑场 或者你有点咳咳咳的地方 很多时候都是会直接收货 压力没那么大 至于你说究竟不要左手还是右手 你用爱回家作为一个例子 你都看到了 有时候很多演员会出出入入 有些演员是因为他个人问题 到最后他拖走了 还有街大欢喜这么多人 你没可能每一集都会请所有演员出现 通常都是说会分开好几个单元 通常这个单元主角是嘉燕姐 这个单元主角是阮兆祥 然后就找他 还有在戏中 即是那个角色关系跟他挺好的人 发生一些不同的故事 真的这么齐人聚在一起 其实比较难的 因为对于无线电视来说 show 费都是一个成本 你每个人都这么多人 每个人去计一个show 那还可以怎样 除非去到一些 叫做剧情大的转折点 例如就是说 引进一个新人进来 又或者是说可能 聖诞 中秋 新年这些贺团员的时候 就有机会会安排所有演员 一起去做戏 总之最后没有出现什么左手斩右手这些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当时如果你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 骂一下骂一下 可能街大欢喜 就变得街大不欢喜 到时就没有人去看 还有 软瓊丹 也是一个 很接很大体的人 他是明白到 就是跟人吵架 就不需要一定要去逼高层 就说 你要他 一定要我 因为这样 只会伤了大家 和气 甚至乎伤害了 整个的 拍摄进度 还有软瓊丹 以前也是一个美女 她现在是不断扮丑 所以大家才会对她没什么反应 我以前也看过关于软瓊丹的节目介绍 她原来就是不知道中五还是中几 读一下书 然后人家就去学校做什么计算机採访的时候 看到 哇 这么美女 不如过来签约吧 不要搞什么纺织 不要搞什么时装设计 最后 顺利入了行 不过 都是因为软瓊丹 她太豪爽的性格 是跟其他二十多岁 大家都是美女的那种 女演员的那种矜持 大家合不来 最后 软瓊丹 宁愿去扮丑 做丑角都不要紧 最紧要是有公开 和令到电影 是顺利举行 因为用周星池的戏为例 大家要知道 在周星池的戏里面 扮丑 其实不是这么一般 不是说叫你 扭屁股 男扮女装 女扮男装 就算数 例如说 唐伯虎点秋香 这套戏里面的秋香 就是阿拱利 拱利当时 她就不愿意扮丑 因为有一幕 是说 听到周星池 在这里打鼓 然后 包括华夫人 头都变成爆炸头的时候 是只有秋香 是只有阿拱利 不愿意扮丑 因为她觉得 有欲她的形象 到最后 拱利在几十年之后 接受访问 她都说 很后悔 如果有机会 能够跟周星池再拍戏的话 自己是完全不愿意扮丑 她都很后悔自己当时的矩持 大家就明白了 对于一个女艺人来说 明明她是美女的 但她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来扮丑 是一件很值得的事 好了 说到秋香 那些什么春香 夏香 东香 那些女艺人 她们当然愿意去扮丑 但与此同时 她们都没有那么多气氛 但是 那套戏里面的石楼姐 大家如果有印象记起 都知道 那种丑态 是你完全放下生态去做的 所以只是这个演艺上的奉献 都已经是很值得欣赏了 还有 有时候一个人 如果她扮丑 扮得多的话 不是说她本人会变臭 如果你天生麗质的 下了妆都是这么美女 但是 可能会限制了你的气怒 但是 阮瓊丹她扮丑 不是说 好像那些 福禄寿那些 就是 随便扮一扮就算数 这样 因为在《封神榜》这套戏 大家都知道 《殷十良》究竟有多好戏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其实我是很喜欢看《封神榜》 因为《封神榜》是在我小学三年班 家里没有电脑 只有电视娱乐时代 真的天天夜晚就等 究竟什么时候播《封神榜》 天天都看《喇渣仔》 甚至之后 《封神榜》也重播了十几次 当时时间许可 我都会坐在这里看 重看了不下三四次 当时 《封神榜》 哭着 《喇渣仔》 《喇渣仔》 感觉到 那个无碍的成份 在里面 甚至之后 这套戏 在网上讨论区 有人评价的时候 就说 《喇渣》当然是主角 《喇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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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里面最考演技的角色 一定是《欣十良》 因为只有他 需要哭得这么夸张 还要在泪泪地 周围哭 去表达那种 儿子不孝 儿子反叛 削骨还父 削肉还母 你为人父母的那种心痛 除了哭气之外 还有一些不需要哭的 考你微表情 考你演技 欣十良如何维护家庭关系 特别是面对着 托塔天王李正出轨的时候 他如何在一段关系里 委曲求全 还有那种 我就是看到 琵琶 他根本不是好人 但是我老公又蠢又傻 相信别人说话 甚至乎 还打算把自己打入懒工 然后那种情感 那种表达 软情丹 是完全表达到十足十的 甚至乎 当时你看他 小时候不太懂得看 但大后看回的时候 我不觉得他会演戏 不像是演戏 觉得有个妈妈哭得这么凄凉 因为有些人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演戏的啦 对不对 有些人会代入到剧本 你真是心痛的 但有些人会看着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很出气 我就会觉得 我代入不了 就是觉得 我知道你在演戏 现在看你表演而已 但你看欣十良哭的那种 你就不是这样 特别就是说 如果 你也是可能为人父母 又或者这样说 你是为人父母的 你明白到 个儿子反叛 劝极不听的时候 那种感受 你会觉得 他完全不是 做戏那种 软情丹 人又美女 又愿意放下身段 大家要知道 他在说 在电影和电视两个圈 不断跑来跑去 跳来跳去 他都能够 完美融入 去到两个不同的圈子里面 之前我有一集 不是跟大家说 林家栋的 林家栋都说 他由电视圈 跳进去电影圈 都要过几年冷河 洗走那种电视味之后 才能够在电影界成功啦 但软情丹 好像没什么需要 说要洗底 接着他是说 街带欢喜 那些肥造剧 轻轻松松 他又搞得定啦 就是有他的特色 你看到影剧照的时候 他也是站在半屎位里面 也挺靠前的位置 然后封神榜 他又能够应付到啦 接着 还有那些什么 唐伯虎点秋香呀 还有其他其他电影啦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人 是真是一个天生的艺人来的 是真是一个 很顶级的人才来的 不过之不过啦 他的感情之路 就走得不平坦啦 特别是说 以前和林超英的那一个部分 不过啦 就是有很多东西呢 往事只能回味啦 因为如果你有去搜寻过 现在软情单的照片 你都明白到啦 就算 再有机会 他现在愿意出来 去拍剧也好 跟以前我小时候看的 肯定都不一样啦 因为啦 即是20岁的你 和40岁的你 虽然那个样子的 轮廓 那个五官是定了而已 但你都会看到的 即是40岁和60岁又不同啦 60岁和70岁的样子又不同啦 这样啦 这样好多呢 往事就只能回味啦 就只能看回 咯时的视频去做回味啦 好啦 接着就说下软情单 他说自己直播大货那里吧 那他呢 最近就表示暂时适应啦 他说的 我暫時不拍戲 想著全力進軍直播大火 有些人擔心自己浪費了以前的演技 他就說 怎會觀眾都看了我四十多年 我怎樣演戲 是一個怎樣演員 觀眾就很清楚 阮琴丹亦表示直播大火的報酬非常吸引 他就說 如果我拍一部電影收幾千萬熱演員 當然會繼續拍戲 不過自己就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一場直播隨時賺一百萬 他就說 如果你穩定地開四場的話 每一場賺一百萬 一年算下去就很多錢了 除了錢之外 他亦成為了鬥音直播主 令到他可以擺脫藝員的不安全感 因為他就說 做演員這行太過被動了 就算你是曾經拿過獎的 像梁家輝一樣 但是別人說 說你的 拿完獎你也可以什麼都沒有 只要導演不找你 你就沒有公開 他就覺得很多東西不能夠自己掌握 但是 自己作為一個鬥音直播主 自己作為直播大火的人就不一樣了 因為自己可以選擇去買什麼貨品和怎樣賣 沒有人去干預自己 而且在直播大火裡就不用想太多了 因為自己必然是女主角 當然 他整件事說得很正面 而且 你說 四十年前的東西 四十多年的累積會不會消失了呢 我就覺得有時候都不應該這樣看 例如 阮瓊單如果他覺得賺夠的 他說退休的 難道你說 你這四十多年的東西 會不會很浪費呢 不如你不要退休吧 如果每次都是這樣想 那做人不用休息吧 是不是真的每次要做到在台上均 才叫做合資格演員 所以我覺得 你說用四十多年去達人 這東西不是那麼合適的 如果你說一個人 可能他三十歲 三十五歲 他面對人生的分岔路 不知道究竟我轉不轉行好呢 是不是由護士轉KOL呢 那你就真的會去想 究竟我在護士中所學的東西 就真的放下了 這些就真的要想 但如果你說 都退休年齡 甚至乎人家都早早退休的時候 有時候就不要給自己的功夫 綁住自己那麼多 令自己永遠成為一隻不能夠停的鳥 就像那些人說的那個 什麼沒腳的鳥仔 一生只能飛飛飛 一落到地的時候 就是這隻鳥玩完的一天 那些人最重要是知分寸 董進退 就不是每個人要做到九十歲 就像收哥一樣 才算是值得尊重的 即是你六十多歲退休 又或者有些人選擇急流勇退 都很值得尊重的 不過啦 讚到他天上有地下無 也說一下少少我不滿他的地方 因為他剛才不是說 我做一場直播就賺一百萬 其實這句話很難聽 即是告訴別人 你光顧我羊毛出自羊身上 我賺到很多錢 就是因為你們肯給我錢 其實他這樣聚焦於錢 說得很膚淺 膚淺也不要緊 如果你有詳細去解釋都還好 不過他不解釋的東西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直播帶貨裡面 有很多生意技巧在裡面 即是你說軟瓶單這些 這麼多人認識他 我相信一百萬的銷售額 不是 純利一百萬 他應該是能夠做得到的 但這一百萬賺得不太簡單 他就沒有去講辛苦的部分 讓大家就會覺得 他很輕鬆就能夠賺到錢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為好像他這些有名氣的人 他去問供貨商拿貨的話 大家都對他有信心 他肯定賣到很多錢的話 你成本就自然低了 後面我不解釋了 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你拿貨多成本就可以低 接著他就是憑著自己 入貨價成本價低 就可以回饋給觀眾 然後自己在中間吃一點點利潤 其實是一個對觀眾好 對自己好的做法來的 這方面他又沒有詳細說 好像顯示得出他只是一個很貪錢的人 還有有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淘寶 或者是鬥音直播大貨 你會發現很多的直播主 他們說賣貨的時候 他們的貨一定是便宜過別人在淘寶 官網賣的貨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技巧 等於同一條街 有兩檔生果店 然後大家賣的產都是一樣的 一檔就賣5元 一檔就賣4元 然後有些人就會自以為自己很聰明 我去4元的店鋪買爆了這產 然後我就等於 經常覺得自己心裡賺了1元 但實際上 這兩間店鋪都是同一個老闆 但就是故意把同一件貨品 標兩個價錢 讓觀眾覺得 你買得特別便宜 瘋狂跟你買 有時候就說 你不可能開兩間同一樣的官方店鋪 別人會懷疑你是假貨 但是 你反過來 你把貨物供貨 用成本價給直播主去賣的話 別人經常強調 我比官方便宜 雖然你官方的店鋪的營業額 看上去會很慘 但是其實有其他渠道都幫你出貨 當然 直播主要在裡面賺少少 又令到觀眾們 真的便宜一點 令到他們心裡過得舒服一點 所以 直播帶貨裡面 除了對著鏡頭 怎樣去做的動作 古靈精怪 去吸引大家之外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 很複雜的商業技巧 雖然我未試過直播帶貨 但我自己 其實都很喜歡看淘寶 別人直播帶貨 不過我不是看李佳琦 因為我對於女性化妝的東西 沒有興趣 我通常是看瘋狂小羊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同樣都是頂流帶貨主 很喜歡 第一 他們除了帶貨之外 那些古靈精怪 怎樣一起去搞效果 對我來說 除了是娛樂享受 我也要盡早學定 可能將來用得著 還有我自己也有朋友 試過在鬥音上去買別人的東西 最後剩下的東西 其實反饋也不錯 有些食物也有 工具型的東西也有 不過暫時還沒買過護膚品 所以就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對於直播帶貨 你不能完全說它是差的 因為有時候 真的因為有個直播主 所以它才能夠 用一個更低的價錢賣給你 但你也要諒解 別人在你面前做牛做馬做小丑 當然它也會有一份屬於它的回報 但你重觀回來說 中國直播帶貨很熱門 但香港就不太熱門 甚至乎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東張西望 不是拿過一個不出名的 所以它是說 是說的 左押右押 員工都借了他們錢 便去英國走路 為了讓大家 不要太擔心 覺得所有直播帶貨都是騙人 在這裏說一說 當然 其實直播帶貨 究竟是否真的為及觀眾這件事呢 好看直播主的良心 而且有時候 在鏡頭面前對著你說話的 未必是能夠說到事的人 因為有些人 他很厲害的 他可能 幕前也是自己搞 幕後也是自己搞 幕後就在這裡審的產品 看看過不過關 然後再拿出來賣 但有些人是說 他不會去參與 去跟功課商拿貨 敬佳大家在這裡 格格 諸如此類的步驟 他可能就像上班一樣 上來 然後就去跟你賣東西 即是他只是負責說 就未必太清楚 裡面的詳情 因為直播帶貨 有時候一些專業的團隊 是說 你鏡頭面前可能只見到一個人 但後面真的要有十幾個人 stand by 才能夠成事 例如說 你看直播 誰去回覆你 誰去設備 誰去拿些貨物讓我展示給你看 而不是說 我每次都要離開鏡頭 才可以拿些貨物給你看 所以裡面是很複雜的 但軟瓶單他就這樣說 我一個就賺到一百萬 等於那一百萬是純利 還是你自己 還是你後面的人同樣 也有差不多的錢 他什麼都沒有說 我就會覺得 有一點點不太尊重直播帶貨 還有他這樣說 是令到 將來如果有人都是直播帶貨的話 會因為軟瓶單這些言論 是導致對他不利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在我眼中 我是相當欣賞軟瓶單這個女演員 不過始終 人大了就是人大了 我都沒辦法再回到小學三年班的時候 所以很多東西以成回憶 以成回憶的東西才是特別珍貴的 好了 今集的閒談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早上 不早上還有下集 我們下集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